前段时间李小璐因叶苏门事件的影响 形象一落千丈 而好闺蜜刘云却主动在微博中 与李小璐撇进关系 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反感 近日刘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首度团起了自己的姐妹团 语出惊人十分直接 还圈出了自己真正的姐妹团 不相似的地方 差异性有一个天一个地 我们有很多共性 但是个性和特殊性又特别强烈 各有各的奇葩的不同的点 每个人奇葩不同的点 但是我们其实都是有那种连带关系的 像这个 就这个短头发的这个女孩 汪婷我大学同学和英采儿 和这个叫陈小诺陈石的 因为我的原因把他们的奶奶带进来了 然后因为这个甘胃的原因 就把上面这个叫雕雕的就这样 雕丽丽的 这又是她的大学同学 又连带又带进来了 秦小岚是因为甘胃带进来的 然后语语是因为采儿带进来的 就其实每一个人 都把自己要么大学同学 要么生命中最好的朋友带进 刘云接着表示 然后那些什么泰迪家族啊 还有什么那些全是媒体自己说的 主持人之间的表示 媒体给你们贴的标签其实是 刘云表示 泰迪家族里其实也没有我 然后什么那什么 还有个什么叫什么甲连姐妹团 亲戚里面都没有我 其实真真正正的年龄在一起 生活中的就是 我就我 我跟你讲 其实是这部人天天在一起 但是这种友谊就是给到你生活中 你觉得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不孤单 就是不孤单 我在上海拍戏 叼叼刚去看完我 然后秦小岚说她五月份要进组了 她进组之前 她飞到上海去看我 在组里陪我住两天 然后她五月份也会去上海 就会觉得 不管我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我们都能遇到对方 就是已经 就是我们就觉得 就是因为就是有彼此 就是特别的热闹 而且不孤单 不管每个人 不管在哪干嘛 都会去陪对方